想陪小珍做这件事胡瓜动念请辞3节目。 胡瓜金出席想要人生费更好,双重保护不可少活动担任卫教大使,他今年刚以明示综艺大集合,拿下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,事业婚姻两得意的他被问到目前还未完成的梦想,他表示未来最想带女儿小珍一起走金钟奖红毯,还一度讲道感性落泪。 若有机会,胡瓜也想跟小珍和开旅游外景节目。 胡瓜透露为了小珍,之前还曾请辞自己手上3个节目,我想空出时段,减轻工作量,然后带助小珍一起做节目享受乐趣。 对这次打败师傅张飞得奖,胡瓜金也表示当天在台上因为太激动,忘了感谢张飞。 如今得奖会担心金钟魔咒吗?胡瓜坦然说,希望有啊,这样我可以赶快退休,其实没有金钟魔咒,是环境魔咒。 而胡瓜得奖当晚也有跟儿子胡诗安分享喜悦,胡诗安公事星系20之后,最近刚播出,胡瓜认为儿子表现还不错。 提到儿子交的网红女友,胡瓜则四两拨千金表示,她很多朋友啊,一起吃饭有很多朋友,都还不错,蛮宅的。